为抵御中共威胁 欧盟成员组成的理事会 21日决定将与日本签署 安全保障即防卫伙伴协定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PORRAR预定11月上选访日 届时将签署协定 欧盟和日本双方将可实施联合训练 并执行军事演习 在中共的影响下 南非政府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 于11月底前前出首都 美国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 推文呼吁拜登政府明确表示 如果南非与中共联手霸凌台湾 将会产生后果 包括取消南非对美国出口的贸易优惠 美国不应容忍南非这种行为 2024年金砖国家峰会 在俄罗斯的克山市举行 然而在峰会开始前 巴西总统古巴总统与塞尔维亚总统 接连宣布无法出席 另一方面 常年与俄罗斯交好的哈萨克 也公开表示 暂时不会加入金砖国家组织 让俄罗斯总统普丁脸面无光 近年中国生产的廉价水泥 大量走私进入中美洲国家 这些水泥使用劣质原料 不仅建筑安全堪率 更被验出高含量的致癌物 六架个严重伤害人体和污染环境 新唐雅台电视 整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